有的选别说第一集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就是莫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人员呀你不再害怕 比特币是走一个三浪下跌反弹 还是走一个五浪下跌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那比特币目前的价格是在6万美金附近 那上个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是一个明确抄底的一个机会是吧 抄底机会 如果你点击视频上去看 你会知道我一直在叫他进行去做多 而且在我们的免费电报群里面 点击我的免费电报群里面有一个信息 就是叫他进行一个做多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有做多 目前的话是有盈利的 那之前叫他做多的位置 是在这个56000到57000这个区间 那目前如果做多上来 接近有3000点的一个盈利空间 我们是在这个57500美金做多的 目前已经有2500点的一个盈利空间了 那确实是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反弹了 为什么这样说 他可能会走一个三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浪是吧 之前的话他走一个第一次回调是吧 在这个位置0到1是吧 2到3第二次的一个回调 这个是第三浪这个位置进行回调 这个位置 那目前正在第三浪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点 那确实是看到这一轮这个波 在这位置有一个重点的支撑 在这个位置反弹 能不能去到达这个A点 也就是到达一个64000到65000这个区间 如果能到达 他应该会走一个三浪进行一个反弹 或者是走一个五浪上涨的一个情况去走第二轮的一个行情 这一轮牛市 那之前我们在这一轮行情当中 已经下跌有多久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测量一下 大概有51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他在第一个一周时间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震荡 以时间换空间的一个趋势 在这个位置去换手 我认为这一轮他会走得更高的一个水平 那之前的一个回调 在这一轮行情当中 也没有出现多大的一个多长时间的一个回调 那最多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回调 不会给到大家太多的一个机会去上车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说前段时间一直是叫他进行买进买进买进 如果你看到10万美金 你就买进 目前盈利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目前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香港已经通过现货ETF资金的流入 也是在一两天之内的 到达了一个4000多美的一个比特币 目前香港这边的话正在进行繁荣 但是在欧美这边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出现一个比特币流出的一个状态 那这段时间也是出现从4月24号之后 一直是出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 到一直到今天 差不多10天的一个时间 一直是流出的一个状态 那有没有潜力去改变现在的一个现状 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它目前的话正在流出减少 那这一部分的一个流出的币 可能用户手里面导致恐慌了 他不愿意再拿了 就出现一个回交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交易所一些数据 目前交易所的数据里面的币的话 在不断去增加说明有人在卖 有人卖交易所里面的币就变多了吗 有部分的人就会趁之去买到里面的币 一些机构一些大户可能会把里面的币去买空 如果真正意义上出现这种312是吧 94的这种回调 我认为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 因为现在这种量能不足以支撑它杂法那么深了 是吧 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比特币交易所的一个清算的数据 如果像是突破上方的一个空单 爆仓非常多 之前我们说过了 如果在下方反弹 接近有几十亿美金的一个爆仓的一个情况 多单了是吧 空单会被爆仓 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更倾向于一个多头 即便说它现在出现一个回调之后进行反弹了 但是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是吧 之前我们说过了 它穿零轴之后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机会 特别是它在这位置零轴下方形成一个金叉的时候 这时候是比特币重点的一个抄底机会 那目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的点 可以看到MCD在这个位置 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离开的一个情况 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出现一个 金叉的一个情况 没有出现了 那之前的话也是出现 这种回调之后 抄底之后过段时间应该收益都表现得非常不错 所以等到它穿零轴的时候 你去买入动力 赚应该就是可以去赚个50%到60%一个区间 是这样的情况 这一波回调导致了很多的一个 多单已经爆餐了 之前在上方的位置跌幅 高达多少 大家可以去测量一下 那接近25%的一个回调 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超过4倍的杠杆 基本上都已经被清算了 拿到3倍的杠杆也害怕被清算了 所以大部分的杠杆基本上都被清算了 除非它跌到下方最低的位置 它可能爆仓 不可能 所以我开了那个单子 目前的话还一直存在了 我开了这个57,500美金的多单 目前还在持有 如果等下它反弹上去 我会把它剪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是出现了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回调 大家也很明显去看到 在这种栏行情当中 它也是存在着一个 走一个下跌非常明显的一个行情 那它为什么没有去触及到下方的位置呢 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 目前来看 它在3000美金附近 它还是占的比较稳定 所以现在来看 我认为以太坊 接下来会有不错的一个行情 因为它的一个反弹 依旧是在这个 下跌通道的一个上方的位置 还是比较强劲的 那之前我也推过大家 叫它进行买进的这个 以太经典了 我认为是 现在是处于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之前在这位置穿领着之后 叫它进行买进 那确实是在20多美金的位置 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的话在20多美金 我认为你可以去完全去说 没有太大问题 那后市会有不错的一个回报 特别是之前我推这个平台币 是吧回调你继续买 我每天都用在买是吧 只要我现在每天都买一两千 是吧 每天买个一千美金到两千美金左右 就分批买 只要它跌我就买 跌我就买 跌我就买 所以导致现在我的仓位 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平台币 所以等它有项目质押的时候 我就完全去质押之后 十天呢 可能能够赚个两三万美金 我认为不是问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 大体的一个环境都出现了一个反弹了 过去一天时间里面出现一个反弹 所以啊 现在整体的行情 虽然美联储 老实说不降息不降息 是吧 但是我们 有意思的可以看出来 今年啊 是吧 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 以及放水肯定会放的 是吧 至于是六月份 还是八月份 还是十二月份去放水 基本上 确定是要放水的 放多少 那我们去 如果放的话 价格涨得更多 放的少 只能说它涨不涨不多是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放水量是吧 市场上印的钱有多少 那我们的一个市场就有多大 这时候我们再去参与 等它放水 那已经慢了一步了 说说现在的话 就提前几个月去布局 而不是等到它放水的时候 消化完了 你再去上场 当时候你再抄在一个山顶上 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跟随冷眼的脚步 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这里 注册交易所链接 点击这里 就加冷眼的VIP社群 或者是点击下方的位置 注册BK 满足平台币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